这个方法适用于很多 比如说找不到零件的时候 朋友们这是那个老乡家里电视机 我们已经搬回来了 这个电视机之前 前一段时间我修过一次 但是这段时间它又出了个问题 就是它一开机之后 它马上就关机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情况 把它拆开看一下 这个我们上次修过 换过这个二级管 二级管短路我们换了 然后呢 我们感觉它发热比较厉害 还加了一段导热硅脂 然后在这里打了一个硅胶把它固定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二级管 还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得慢慢查了 我们看一下 这块这个电容都炭化了 这都黑了 然后鼓包了 哇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电感也好像也已经烧糊了 烫化了 这电感也得换了啊 这一块 温度太高了 线路板 看到烧糊了 这个电感都糊了 然后把电路线路板上也烧成这个样子了 我想的话 这个关机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这个电感短路了 导致这个 刺激电流太大 引起电源保护了 嗯 猜想一下啊 可能是这个原因 然后的话 因为这个电感硕实的话 我们也看不清楚 但是什么型号 然后电路也瘫痪了 所以我想有没有的话 想把这一块背光驱动 用一个背光驱动的模块 在外面给它替换一下 我们现在打算用这个长条形的背光驱动 来替代一下这个原来的这一块背光驱动 因为原来的这个线路板都糊掉了 而且电感也糊了 所以说 就算换电感 你还得挖电路板 可能有点复杂 先看这块能不能驱动啊 它这是一个触摸件 有时候不太好使 但是背光 哎 背光亮了 看来应该是可以驱动的 好了 我们就把这个小块电动板 刚好固定在这个线上面 把这两根线的话 用一个高温胶带缠一下 做一下结缘 从这两边引出的这个背光 然后现在我们准备把它装机啊 好了 好 这个电机又修好了 这个小的就是一个背光的问题啊 咱们使用了一个局部带换法 局部带换的方法 这个上次修了一个音响一样 音响也是电路板碳化了 我们挖掉了一块 然后补上一个数字功放 正是咱们是直接绑那块的呢 就是说 零件坏了 还有碳化的地方就不要了 直接给它补了一个 呃 背光驱动板在上面啊 这个方法适用于很多 比如说找不到零件的时候啊 比如说电路板上面 直接无法修复的时候 都可以用啊 哈哈哈哈 妹妹用的 在外面上 都是有啊 嗯 咱们在里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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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今天晚上找不到 我妈也就看五代 有没有 有没有找不到 有 你这过的时间 我这个 哎呃 你还叫梦 看着 但是她刚才来 那些东西 她咱们在里面 好看着了 嘿嘿 我给你点饭 饭在纸巫里面 我吃饭的本事 嘿嘿嘿 我吃饭 饭在哪里 饭在武汉里面 饭在汤里面 饭在汤里面 你不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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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饭 好饭 有点椰 你得干了 这个老公酱 三点奥 太热了 你得吃的 来 来 你得干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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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干了 我来干了 来 来 我来干了 来 好 来 怎么那么热 来 来 她也有些霜了 你怎么来 她给她一碗 为什么她还会来 你怎么来 我跟她的紧盘呢 什么 我们打的人 这么安全 我跟她一起来 让她在国家 跟他说 干吗 干吗 你去哪一家店 我去哪一家店 我去哪一家店 沒事沒事